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一直以来的修法全都是修炼下单天和中单天 这两个练足了 能量会自然透到上单天 既然这样呢 不如修炼上单天 这就是金华宗旨作者的想法 前面说的回光之法是指点初学者的方法 初学者的回光功夫 进步一层 眼前的光滑就会更亮一些 回光的玄妙也会多一些 有多玄妙呢 后面再讲 今天我们有更重要的内容 回光的进阶练法 我们都知道 回光第一步是调射身心 然后闭目垂帘 放下杂念如镜 入镜之后 会有眼前白光的验证 今天就只介绍第二步 第二步是建立在第一步之上的 如果第一步的验证你没有 那就别修炼第二步了 第二步叫做内照砍弓 也别叫砍弓了 说多了容易射击迷信 就是双眼内照两肾 因为你眼前已经有天心之光了 在金华宗旨里 比喻为圣旨召唤臣子 谁敢不听从命令 天心之光内照两肾 两肾的真阳就要出来迎接 眼前的光滑是金光啊 鼠羊 眼前之羊与两肾之羊相遇 就会肾水蒸腾 产生一种阴云真气 这个阴云真气就像水雾一样 在身体里来来往往 浮浮沉沉 身体犹如在太空那样 无边无际 全身轻妙无比 飘飘然好像要上升 这里呢做了比喻 称为云满千山 就是说身体里的脏腑啊 就像云海里面的那种黄山一样 充满了蒸腾愉悦的能量 非常的舒服 这种愉悦的快感 远远超过了男女之事 接下来呢 体力能量又消失的无影无踪 仿佛无处不在 又仿佛消失不见 叫做月寒万水 人体迈住气停 不是真的迈住气停了 而是感觉不到呼吸心跳 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知道在哪了 此为众妙归根 这种身体处在阴云的状态 叫做心肾香蕉 也叫水火祭祭 心肾香蕉的最大好处 就是食脏腹处在健康的状态 人体的综合健康程度达到了一定的素质 就会产生活子时 这个时候活子时就来了 活子时不是靠拴一个转头 或者是什么奇怪的办法练出来的 而是需要身体达到心肾香蕉的状态 逐渐恢复健康自然出现的现象 叫做异阳来复 如果一个人不修炼 那他体内的阳气运转 是随着子午流入 行进的 如他没有活子时 他只有子时 古代叫做男人半夜比干起 就算你不修炼 到了那个天地阴阳转换的时间 你的身体呢 会自然产生生生理反应 就像动物 动物会有固定的发行期 有人有些人说 人没有发行期 这是错的 人有发行期 而且每天都有 那修炼活子时的目的是什么呢 往小了说 就是说摆脱天地日月 在一天24小时内 对你的影响 因为人就是动物 人的体内的激素分泌 和日月运行相关 你什么时候困 你什么时候精力充沛 你什么时候分泌性激素 并不受你的控制 修炼活子时就是在一天之内 摆脱一个时辰的控制 你可以自由控制 你子时的出现 下一步呢 就是一个月之内 摆脱一天的控制 再下一步就是一年之内 摆脱一个月的控制 再下一步是什么 你自己想吧 反正无论最终是 想要跳出三千之外 还是怎么样 活子时就是属于 给我一个指点 我可以敲动地球的那个指点 所以金华宗旨 这一章的名字 叫做逍遥诀 摆脱这个世界的天地之月 才能叫彻底逍遥嘛 这个秘诀是四个字 宁神入气学 这就是第八章 逍遥诀的重点 其他内容呢 下次再仔细研读 因为细节之处 还有许多学问 总结一下 你能找到天心 才能回光 回光成功了 才能有眼前白光的验证 有了眼前白光的验证 才能内照双肾 才能有阴云真气 有阴云真气了 才能有活子时 有活子时了 才能继续往后面继续实修 那这里面任何一个地方断了 后面的都无法修炼 所以实修上面 千万不要欺骗自己 明明眼前没有白光 你骗自己有了 那后面在后面的内容 你练好几年都练不出来 白白浪费了时间 所以越是脚踏实地的修行 反而进步的快 越只能吹牛的 反而进步慢 在持球领域 慢就是快 天道抽筋